先会爱自己,再去爱别人,欢迎收听阅读查方。 我走了狗屎运,买彩票中奖五千万。 我中奖后,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花两千万买了一套精装修的大别墅, 然后把我在乡下的爸妈接过来享福。 结果这两人思想封建,嚷嚷着要找人看看。 这一看,就看出了问题。 第一个大师说别墅被人设置了破财阵,无解。 第二个大师说别墅被人设置了破运阵,无解。 第三个大师只摇头叹气,一句话没说,却可以表明一切。 我爸妈慌了,连忙拿出爆发户的气势,将一打钱塞进大师的手里。 大师,您一定要帮帮我们呢。 大师收下钱,高深地摸了摸胡须,虽然我解决不了, 但是我知道,有一个人可以解决。 此人乃是玄学第一人,只要涉及玄学,就没有他不能解决的。 然后他留下一个手机号,走人。 我当即拿出手机,对着号码拨打了过去。 你好。 话未说完,就被电话那端的人打断,一百万一次。 一百万? 不用了,谢谢。 我立马挂掉电话,宁愿倒霉,也不愿意出这个钱。 况且,身为一个唯物主义者,那几个风水大师的话,我还不信呢。 只是话说回来,刚才那个玄学大师的声音还挺好听。 低沉带有瓷性,好像还有点耳熟,勤恳了一辈子。 我爸妈也接受不了一百万的天价,不再提找大师的事情。 当天,我妈外出买菜,钱包丢了,破了财。 我出门踩了一脚狗屎,破了运。 大师说的话都硬了。 看着脚底的响,我跟我四岁的好大儿面面相去。 妈妈,不然咱们花个一百万? 两千万的别墅都买了,也不差这一百万。 想着,我再次联系玄学大师。 没想到,对方竟然坐地起价。 两百万? 刚想挂电话,对面的声音再次传来,等你下次打来,就是三百万了。 我磨了磨牙,两百万就两百万。 第二天一大早,我们一家人就在别墅门口迎接玄学大师。 没办法,昨天晚上别墅闹鬼,我们一晚上都没睡好。 就等着大师来救命呢。 正打着哈欠,一辆马沙拉蒂停在我面前。 车门打开,身着道袍,嫌弃飘飘的男人从车上走了下来。 大师,您请进,我对着大师露出谄媚的笑。 然而下一秒,在看到大师的脸的时候,我脸上的笑容僵住了。 竟然是你。 灵度,我五年前踹掉的前男友。 据说跟我分手后,他就出国了。 怎么再次相见,他成了玄学大师。 相比较我的惊讶,灵度就淡定得多。 他帅气的脸上面无表情,眸光掠过我,看向我身后的别墅。 别墅的风水没问题。 说着,他转而看向我,有问题的是你。 他深邃的眸子仿佛透过我在看一些别的东西,怪可怕的。 但是,说我有问题,我就不爽了。 你才有问题。 内心悔怼的我,面上却不敢表现出来。 免得灵度寄我把他踹掉的愁,撂桃子走人就不好了。 灵度又看向我爸妈。 眸光只在他们身上停留了一刻,就离开。 最后,他看向我身边的好带儿,表情第一次有了变化。 他的眉头紧拧,骨节分明的手指好一阵掐算。 就在我害怕我的好带儿也有问题的时候,他的薄唇清起,掐指一算,这孩子是我的。 先是震惊,而后,灵度的脸上染上愤怒。 苏妙妙,你竟然背着我,生下了我的孩子。 如果说之前还对灵度的实力有些质疑,那么现在,我是彻底服了。 锐宝长得像我,我以为灵度不会看出来,所以没让锐宝回避。 没想到他竟然能算出来。 我无比心慌,却还是否认,我家锐宝才不是你的孩子,我还以为你多厉害呢。 没想到竟然是个骗子。 你这样的人,我可不敢用,你走吧。 定金我不要了。 我慌乱地想推灵度走。 从吃瓜状态中回过神来的我妈不一了。 妙妙,锐宝休息不好,会影响长盖的。 一句话,让我哑口无言。 她又看向灵度,大师,不知道妙妙身上的问题能不能解决。 可以,灵度点头,我会在这里住一段时间,直到找出根源,彻底解决。 好的,大师,我这就去给您收拾房间。 我妈准备进屋的时候,灵度却到,我跟苏妙妙睡一个房间就行。 啊? 对上我妈疑惑的眼神,她抿了抿唇,方便我找出根源。 哦哦,恍然大悟的我妈瞬间接受了这个说法。 我双手在胸前打叉,我不同意。 孤男寡女共处一室,成何体统? 呵,灵度的唇瓣扯出一抹冷笑。 既然如此,晚上你撞鬼的时候,别来找我。 不找你就不找你,谁怕谁,昨天晚上别墅也闹鬼,我还不是熬过来了。 就这样,灵度在我家入住。 前脚,她拖着行李箱去了客房。 后脚,我爸我妈还有好大儿就把我围住了。 妙妙,灵大师真的是瑞宝爸爸。 不是,我毫不犹豫地说道。 谁知那三人异口同声,不信。 咱们瑞宝的神韵跟灵大师可是一模一样,那眉,那眼。 还有咱们瑞宝雪白的皮肤,妙妙你小时候外号是黑大,可没这么白。 我爸我妈一唱一和,瑞宝还在旁边附和点头。 本来瑞宝跟灵度只有三分像,硬是被他们说得像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一样。 所幸,我破罐子破摔,是,灵度就是害她爸。 得到确定的答案,我爸我妈眼睛发亮。 我有种不好的预感,连忙补充道,瑞宝是我一手抚养长大的,谁也不能跟我抢孩子。 傻丫头,就算她要跟你抢孩子,我们还不同意呢。 我跟你爸的意思是,既然咱们有这层关系在,那么灵大师的两百万,是不是可以打个折? 不得不说,在省钱这块,我爸妈真是鬼才。 当初我把她踹了,她指不定记恨我呢。 不涨价就不错了,还打折。 做梦? 我及时把我爸妈的想法扼杀在摇篮里。 晚上,我妈做好了饭,让我去喊瑞宝和灵度下来吃饭。 在楼上找了一圈,我才找到瑞宝。 她竟然在灵度的房间。 不仅如此,我抵达灵度房间门口的时候,正好听到瑞宝在叫灵度,爸爸。 我只觉得一口气上不来,眼前阵阵发黑。 我养了几年的好大儿,就这么轻轻松松地被人拐跑了。 我正难过着,瑞宝走到我身边,拉了拉我的手。 等我弯下腰来,就听到她跟我说, 妈妈,爷爷奶奶让我来找灵大师砍价。 灵大师说,只要我喊一声爸爸,就给我一万。 瑞宝 我不赞同地看向瑞宝,怎么能轻易为了钱而折腰呢? 可是妈妈,我喊了一百声。 一声一万,一百声就是一百万。 好家伙,我顿时喜笑颜开,抱起瑞宝, 巴唧,一口,你真不愧是妈妈的好大儿。 妈妈,我会再接再厉地把灵大师收咱们的。 这次,瑞宝的话没说完,就被我打断,喊什么灵大师,要喊爸爸。 饭桌上,我对着瑞宝说道,瑞宝,给你爸加菜。 会议的瑞宝用学习块给灵度加菜。 接下来,餐桌上不断响起瑞宝悦耳的声音。 爸爸,您吃排骨。 爸爸,您吃点青菜。 爸爸,这个土豆丝也很好吃。 我看着孝顺的瑞宝,一脸慈爱。 即使知道我跟瑞宝的目的, 灵度一向面无表情的脸上还是染了笑意。 谢谢瑞宝。 转而,他夹起一筷子菜, 绕过瑞宝放在我的碗里, 孩子他妈也多吃点。 行为举止熟人, 好像我们是真正的一家人。 不自在地倾咳了一声, 我埋头苦吃。 一旁,我爸我妈看着这一幕目瞪口呆。 我几乎能想到他们内心的想法, 怎么肥事, 不久前妙妙还对灵度充满敌意, 怎么转眼间都让瑞宝喊罢了。 饭后,瑞宝在客厅玩玩具。 往常都是我爸妈陪着, 今天灵度率先坐了过去。 显然,他带孩子并不熟练。 瑞宝喊他的时候, 他认真回答, 瑞宝不喊他的时候, 他就坐在边上打坐。 闭着眼睛弹着腿的样子, 还真像那么一回事。 临睡前, 我带着瑞宝回房间。 灵度开口阻止, 瑞宝不能跟你睡。 白天就算了, 晚上可是我跟我好大儿的甜蜜时光。 不跟我睡, 难道跟你睡, 我一脸防备。 灵度只淡淡道, 我说过了, 问题的根源在你, 瑞宝跟着你睡, 只会受到影响。 简单的一句话, 让我坚持要跟瑞宝睡的底气全无。 我妈出来打圆场, 晚上瑞宝跟爷爷奶奶睡吧。 瑞宝却摇头拒绝, 不要, 我要跟妈妈睡, 保护妈妈。 闻言, 我的心里一阵感动。 灵度揉了柔瑞宝的头, 放心吧, 爸爸会保护妈妈的。 话语里满是认真。 明明是极为正常的话, 我听着却不自觉地红了脸。 漫漫长夜, 只剩下我一个人。 我躺在床上睡觉, 耳边却不断传来一个女人阴森森的声音, 你还我性命, 要不是你, 我就不会死, 我要拉你一起下地狱。 昨晚听到这声音的时候, 我还是挺害怕的。 今晚我已经适应良好, 我连一个蚂蚁都没主动踩死过, 不做亏心事。 不怕鬼敲门。 于是我不懈地翻了个身, 蒙头接着睡觉, 行了呀你, 只会一个劲地说说说, 扰人美梦, 有本事你险行掐死我呀。 我怎么也没想到, 话音刚落, 我的脖子上就是一紧。 窒息的感觉传来, 我睁开眼, 就见一张血淋淋的鬼脸出现在眼前。 啊, 想尖叫, 发不出声音。 我下意识地挥舞着手臂, 把女鬼推开, 然后跑出门。 像是早就预料到会发生什么, 对面灵渡的房门开着。 我跑进去, 躲在灵渡的身后, 双手拽着她的袖子, 灵大师, 救我, 呜呜呜。 灵渡的神情一宁, 抬手就要施法。 可那女鬼逐渐逼近, 她的手却一直僵在半空中。 切女鬼, 这女鬼讥笑一声, 仿佛在嘲笑, 我花两百万, 请了一个水货。 灵渡, 你到底行不行啊? 我又往后缩了缩。 反正, 就算是死, 也是她先死。 我行不行, 你不知道吗? 我正琢磨着她这句话, 是不是带点深意的时候, 她咬牙切齿的声音响起。 苏妙妙, 你再不松开手, 咱俩都得凉凉。 啊, 我低下头, 这才发现, 我拽着灵渡倒袍的袖子, 导致她的手抬不起来, 无法施法。 尴尬地笑了笑, 我连忙松手。 下一秒, 女鬼扑过来的时候, 灵渡双手结印, 金印闪现。 女鬼的身影瞬间被打散。 我将头从灵渡的臂弯钻出去, 四处看了看, 那女鬼被你打壳屁了。 没有, 跑了, 那岂不是还会回来? 呜呜, 小命危矣。 好了, 回你房间睡觉去吧。 灵渡漠然地推开我, 谁知道那女鬼啥时候卷土重来, 我好不容易踩中彩票发大财, 还没来得及享福, 可不想这么快就挂了。 想着, 我对着灵渡露出一抹谄媚的笑, 帅哥, 咱们要不要, 一起睡个觉? 不要, 灵渡比我想象的还要冷漠无情, 她还用我之前说的话对我, 孤男寡女共处一室, 成何体统? 说着, 她就提着我的衣领, 把我丢出去, 准备关门的时候, 她的动作一顿, 我连忙凑上去, 帅哥, 你改变主意了, 怎么, 是不是觉得我花容月貌, 跟我一起睡觉, 是你的荣幸? 灵渡薄唇清奇, 打断我的BB, 你最近有没有得罪什么人? 嗯, 我认真想了想, 好像没有啊, 转而, 意识到不对, 我连忙问道, 你的意思是, 别墅闹鬼, 是有人针对我? 话音落下, 她就砰的一下, 降门关上, 我站在原地, 只觉得浑身凉嗖嗖的, 可到底是谁针对我呢? 想不出来, 我将别墅的灯都打开, 回房睡觉, 好在, 接下来都平安度过, 但是由于我心里害怕, 还是没睡好, 反而我爸, 我妈带着宝宝在楼下, 睡得格外安稳, 我下楼的时候, 正好看到我爸, 我妈一人, 拉着零度的一只手, 一口一个小铃, 喊得贼亲热, 小铃可真厉害, 昨晚我们睡得可香了, 叔叔阿姨不用谢, 都是我应该做的, 客气礼貌地回答, 让我妈脸上的笑容更加灿烂, 她看零度的眼神越来越满意, 问出的问题也越来越离谱, 小铃啊, 你老家哪儿的? 回叔叔阿姨的话, 我是本地的, 家里有房吗? 只有一套带拆迁的就楼房, 新房的话, 零度抿了抿唇, 新房的话还没有, 不过叔叔阿姨也知道, 我日进斗金, 叔叔阿姨喜欢哪里可以跟我说, 我去买。 好好好, 我爸一连三个好字, 我妈的大牙更是都知道耳根了, 买什么房? 妙妙刚买了房, 你再买浪费, 咱们一家人就住在这里就行, 以后啊, 见我妈越说越离谱, 我连忙出声打断, 妈, 我饿了, 我妈脸上的笑容一僵, 转头看过来, 面容一板, 吃吃吃, 一天到晚就知道吃, 你看看人家小铃, 算了, 都没眼看你, 说着, 我妈走向厨房, 我站在原地, 只觉得有些凌乱, 这便脸也太快了, 呵, 一道低笑传来, 我看过去, 正好捕捉到零度还没来得及收敛的笑意, 我怒目圆荡, 都怪你, 拐我儿子就算了, 还拐我爸妈, 饭桌上, 我爸我妈对零度嘘寒问暖, 瑞宝也趁机喊几声爸爸, 赚点零花钱, 我被晾在一边, 觉得自己格格不入, 别问, 问就是心里苦, 闷了一口稀饭的我, 含泪离开饭桌, 瑞宝在此时看了过来, 妈妈, 你的眼睛怎么了? 怎么黑乎乎的? 呜呜呜, 还是我的好带儿好, 直到关心我, 我刚抱起瑞宝, 还没来得及解释, 就听他接着说道, 妈妈, 你在靠熊猫吗? 我, 一口老血堵在喉咙, 不上不下, 再看零度, 那脸上的笑容分明就多了几分, 好气, 饭后, 我妈找机会把我拉到外面, 妙妙啊, 你昨晚没睡好, 我翻了个白眼, 指着我的熊猫眼, 我睡没睡好你没看到吗? 现在才知道来关心我, 是不是太晚了? 哎呀, 我那不是忙着八戒小灵, 好让他彻底为咱们解决隐患吗? 我妈一脸心虚地解释着, 转而, 她又说道, 依我看, 你还是应该跟小灵睡一个房间, 这样有啥突发情况, 她也能第一时间察觉到, 不是吗? 明明是为我打算, 可是不知道为何, 我总觉得我妈似乎别有目的, 暂时没想明白的, 我顺着说道, 我也是这么想的, 可零度那人小心眼, 我之前拒绝她了, 她肯定不会再同意了, 放心, 妈有办法, 包在我身上, 我妈拍着胸口保证, 什么办法?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她一脸神秘地回客厅, 我也准备进去, 一道熟悉的声音, 从别墅外响起, 妙妙, 我转过头, 就见我的前上司敏文泽, 站在别墅门外, 他身着一身裁剪得体的西装, 戴着眼镜, 五官不算出挑, 但是整个人的气质儒雅, 硬生生地将他的颜值拉高了几分, 泽哥, 我迎上去, 你怎么来了? 敏文泽扬了扬手里的果蓝, 这不是听说你搬家了, 所以来看看。 谢谢泽哥, 泽哥也太客气了。 中奖五千万之后, 我就把老板开除了, 转而在家创业, 所以敏文泽才成了我前上司。 不过虽然公司坑爹, 但是敏文泽为人不错, 以前工作的时候, 敏文泽对我的帮助不少。 我带着敏文泽进去, 给我爸妈介绍了一下, 我爸妈一脸感激。 文泽呀, 谢谢你以前照顾我家妙妙。 叔叔阿姨不用客气, 简单地寒暄了几句, 敏文泽就起身告辞。 文泽呀, 这都快中午了, 不然留下来一起吃饭吧。 我妈客气地问道, 不用了, 阿姨, 以后有机会我请您, 说着敏文泽从沙发上站起来, 准备往外走去。 抬脚的瞬间, 他看到从楼上走下来的灵渡, 脚步顿住, 这位是, 是。 我还没想好怎么回答, 瑞宝就牵着灵渡的手走过来, 对着敏文泽介绍道, 叔叔你好, 这是我爸爸。 敏文泽的眉头紧紧皱起, 妙妙, 你不是说孩子爸爸已经死了吗? 他的话音落下, 灵渡的脸色顿时黑了下来, 磕磕, 顶着灵渡的死亡凝视, 我只能说到, 炸, 炸湿了。 现场的气氛微妙, 灵渡跟敏文泽的目光在空气中交接, 火花四射。 为了打破僵局, 我对着敏文泽说道, 泽哥, 我送你出去。 敏文泽却收回脚, 对着我妈说道, 阿姨, 我想了想, 时间是不早了, 不如中午我就留下来吃饭吧。 我妈看热闹, 不嫌事儿大, 好嘞。 餐桌上, 瑞宝像是在维护零度, 一口一个爸爸, 比之前叫的还要亲热。 敏文泽也不甘示弱, 疯狂给我夹菜。 妙妙, 我记得你最喜欢吃这个, 每次我们一起去吃饭, 这道菜你都必点。 还有这个, 上次我们去情侣餐厅。 随着敏文泽的话说出, 我感觉零度身上的低气压, 让餐桌上的空气都凝固了。 我连忙低头扒了几口饭, 然后说道, 我吃饱了, 而后顿走。 好在, 饭后, 敏文泽没有待多久就走了, 还没来得及松口气, 沉着脸的零度就向我走来。 不知为何, 看到她, 我就忍不住心虚。 解释的话脱口而出, 那情侣餐厅是跟十几个同事一起去的。 之前公司聚餐, 大家觉得好玩, 就一起去了那里。 文言, 零度的神情微松, 哦, 知道了。 她转身回屋, 看着她的背影, 我忍不住挥了挥拳。 切, 什么态度啊? 不过话说回来, 我一直都把敏文泽 当成敬重的领导, 除了买别墅的时候, 正好碰到她, 让她知道了我家的地址之外, 没什么私底下的联系。 怎么今天, 她在零度面前的表现这么诡异? 看来以后要注意跟敏文泽保持距离才行。 晚上临睡前, 我妈开始了她的表演。 她端着一碗汤去了零度所在的客房, 小林啊, 这两天你带瑞保辛苦了, 我专门给你熬了碗汤, 你喝点补补身子。 好的, 阿姨, 零度伸手准备去接, 我妈挨压, 一声将碗中的汤扬在了零度的床上。 小林啊, 我这, 我没拿吻, 都怪阿姨年龄大了。 不中用了, 说着, 我妈抹着眼泪。 我站在门口, 看着我妈拙劣的演技, 只觉得浑身起了一层鸡皮疙瘩。 她离零度的床两米远, 是怎么没拿吻, 把碗丢到零度床上的。 我对我妈白天信誓旦旦的样子产生质疑, 可一向聪明的零度好像就吃这一套。 她温声安慰我妈, 没事的, 换套新的床品就行了。 可是我们刚搬家, 没有多的。 赶在零度再次开口之前, 我妈把零度的所有退路都斩断, 这大晚上的, 咱们最近就遇到了那方面的问题, 阿姨觉得出门不太好, 小林觉得呢? 我觉得也是零度认可的点头。 就在我妈准备得意地说出她的计谋的时候, 就听零度接着说道, 那也没事的, 我晚上可以不休息, 打坐。 这下, 我妈脸上的表情僵住了, 扑呲, 我没忍住笑出声。 我妈恶狠狠地瞪了我一眼, 然后拽住零度的胳膊往我这里走, 不睡觉怎么行? 依我看, 晚上你就跟妙妙一起睡吧。 说着, 她不由分说地把零度推到我房间, 扬长而去。 我妈前脚刚走, 后脚, 零度也准备离开。 我连忙上前一步, 双手插腰挡在门口, 进了我的房间, 就是我的人了, 你哪儿也不许去。 我已经坐好了 跟零度硬碰硬的准备。 谁料, 零度沉沉地看了我一眼, 转身回屋。 她脱去道袍, 坐在床上, 悠悠开口, 既然如此, 我睡床, 你睡沙发。 睡沙发就睡沙发? 我气哼哼地抱着被子, 躺在沙发上。 本以为有零度坐镇, 今晚肯定能睡个踏实觉。 谁知道刚睡熟, 那熟悉的声音又响了。 这次你想怎么死? 我浑身一鳞, 睁开眼睛, 眼前是女鬼放大了无数倍的脸。 那脸血淋淋的, 可我竟然还能从中看出几分得意。 啊, 零度救我, 我非一般地跑向零度。 女鬼第一时间追过来, 不过很快, 她就无法上前。 因为周围, 以床为中心, 生成了一个透明的保护罩, 女鬼被保护罩阻隔。 不管她怎么撞击, 保护罩都分毫不动。 反而她每撞击一次, 鬼体就透明几分。 眼见着她自己都要把自己搞死了, 她一溜烟而跑路了。 我这才松了口气, 耳边乍然响起零度好听的声音, 报够了吗? 我陡然回过神, 这才发现, 我还在零度的怀里。 我的脸蛋正好贴在她坚硬的胸膛上面, 能够清楚地听到她有力的心跳。 别说, 还挺带感。 我恋恋不舍地爬起来, 很快, 我就意识到了一个问题。 木木瞪向零度, 刚刚那么好的机会, 你为什么不直接把那女鬼毙了? 零度瘫了瘫手, 实力不够。 那你为什么不把你的保护罩扩大一点? 好歹把在沙发上的我罩住啊, 实力不够。 我TM本来很气, 可当捕捉到零度眼里一闪而逝的笑意的时候, 我灵机一动, 猛地凑近她, 你该不会是想跟我睡, 但是不好意思, 所以故意用这种方法吧。 才不是, 她几乎秒回, 可发红的耳间却透露出她内心的真实想法。 见此, 我的脸上忍不住挂上笑意, 看来五年过去了, 我的魅力还是不减当年啊。 真是自恋, 那也是有自恋的资本, 我得意地甩了甩秀发, 既然你制造了这么好的机会, 那我就勉强跟你睡吧。 说着, 我一头扎进她的被窝, 这一晚, 我睡得格外香甜, 香甜到第二天, 我是被尿憋醒的。 我一睁开眼, 就对上了三道目光灼灼的眼睛。 啊, 我要吓死了。 下意识抱紧零度, 将头埋在她的怀里, 大气都不敢出一声。 死丫头, 大清早地叫什么叫, 吓死个人, 我妈抱怨的声音传来。 我从零度的怀中抬起头, 这才恍然, 原来站在我床边盯着我的 不是三只鬼, 而是我爸我妈还有瑞宝。 我才要吓死了, 大清早地你们在干嘛, 我怒对我妈。 鸽谁一睁开眼, 就看到三张带着探究的脸, 都会害怕得好吗? 脾气跟我一样爆炸的我妈, 竟然没跟我吵, 反而用八卦的眼神看着我跟零度, 你说我们在干嘛? 我顺着我妈的视线低头, 就发现我的双腿双手都紧紧抱着零度, 宛若一个八爪鱼。 我瞬间红了脸, 推开零度, 解释道, 我们很单纯的。 事事事, 单纯到同床共枕了, 我妈疯狂点头。 我们虽然睡在一张床上, 但是我们什么都没发生。 都睡在一起了, 你还想发生什么? 怎么越解释让人越迷糊? 索性, 我看向零度, 你来解释。 事情就是叔叔阿姨看到的那样, 没什么好解释的。 零度认真的对着我爸妈说道, 我却忍不住捶抱她的脑壳。 好家伙, 这个零度捉鬼能力一般, 睁眼说瞎话的本事倒是一流。 我气呼呼地起床。 吃早餐的时候, 我一边恶狠狠地瞪着 彻底跟我爸妈 还有瑞宝荣为一家人的零度, 一边咬着手里的包子。 饭后, 我妈又把我拉到别墅院子里。 妙妙, 你跟零度昨天晚上, 她对着我一阵挤眉弄眼。 我都说了, 我们是被迫躺在一张床上的, 什么都没发生。 见我的反应不像是在说谎, 我妈泄了气, 她恨铁不成钢地看着我。 你也太不争气了, 妈都帮你到这一步了, 你竟然还没把它搞定, 你。 停停停, 我打断我妈的话, 不是我搞不定她, 是我懒得去搞好吗? 俗话说, 好马不吃回头草, 所以我不会跟她在一起。 我置地有生的话, 引起我妈的不满, 那她如果是棵好草, 怎么就不能回头了? 我问你, 当初小玲跟你在一起的时候, 有做过什么对不起你的事情吗? 没有。 那就是了, 小玲这么好的人, 肯定是小玲把你给踹了, 现在有这么好的机会, 你可赶紧把她追回来。 反正我不管, 我这辈子就只认小玲这一个女婿, 一口气说完一大堆后, 我妈就回屋了。 好半晌, 我才回味过来不对, 当初明明就是我踹了灵度, 而不是她踹了我呀。 我走到院子的藤椅上坐下, 思绪忍不住回到多年前, 还跟灵度在一起的日子。 那时我们还在大学, 我对她一见钟情, 鼓起勇气跟她表白, 她竟然同意了。 短暂的兴奋劲过去后, 我们之间的矛盾逐渐显现。 少女的我需要灵度强烈地 爱来证明这段感情, 可她从未说过爱我, 从未说过喜欢我。 每当我有什么情绪冲她发泄, 她总是默默地看着我, 等我说完了之后, 给我端一杯水。 没有一句解释, 没有一句安慰的话, 想证明自己在灵度那里的价值的, 我就开始做。 做的结果就是我们两个都很累, 这段感情一地鸡毛。 大学毕业的那天, 我跟灵度提了分手, 其实话一出口, 我就后悔了, 我想着只要灵度说一句挽留的话, 我就跟她和好, 可她没有, 她只说了一句, 可以。 分手的第二天, 她就远赴国外, 等到一个月后, 我发现自己怀孕了联系她, 她的手机号码早就成了空号, 她就这样在我的生命中消失了五年, 最后又以这样戏剧性的方式出现, 且不说现在灵度怎么想, 就算我跟她和好了, 那之后呢, 一切是不是还会重蹈覆辙? 叮铃铃的手机铃声在此时响起, 思绪被拉回, 我拿出手机, 见是闺蜜小夜打来的, 我按下接听键, 妙妙, 要不要去逛街? 要。 我回答得毫不犹豫, 有些话, 只有对闺蜜说, 才能宣之于口。 我回房打扮得美美的, 准备出门的时候, 打坐得灵度站起身, 她甩了甩大袖子, 站在我面前, 掐算后, 开口说道, 苏妙妙, 你一边跟我睡在一起, 一边跟别的男人约会, 你还有没有心? 她雌性的嗓音带着质问, 可, 我明明是跟我闺蜜出去, 灵度, 你果然是个水货。 丢下这句话, 我转身就走, 手腕上再次传来一阵力度, 是灵度, 她拉住了我。 又怎么了? 我回过头, 抿了抿唇, 在开口时, 她的语气中多了一丝认真, 根据我的推测, 那只女鬼的主人, 是敏文泽, 也就是说, 要害我的人是她。 嗯, 灵度点头, 我却不信, 可唇角不受控的青阳, 灵度, 你为了争风吃醋, 还真是不择手段, 不过, 我喜欢, 忽然觉得, 我妈说的, 吃回头草的提议, 也不是不行。 毕竟五年前的灵度, 从来不会表露自己的情绪, 可现在, 我似乎能从她的身上, 感受到她对我的在意。 心情愉悦地, 我在跟小野碰面的时候, 笑容僵在了脸上, 因为小野的身边, 竟然还站着敏文泽。 当初我跟小野一起去的那家公司, 现在我辞职了, 他还在那里上班, 所以他跟敏文泽认识。 看到我, 抱着一捧玫瑰的敏文泽, 向我走来。 抱歉妙妙, 我知道单独约你的话, 你不会来, 所以才请了小野帮忙, 敏文泽带着愧疚地跟我说话的同时, 小野给了我一个好好把握机会的眼神后, 就离开了。 我的脑海泛起头脑风暴, 约会对象从小野变成了敏文泽, 也就说, 灵度根本没有算错, 他拦住我也不是因为争风吃醋, 而是职业道德, 他根本就不喜欢我。 不对不对, 眼下情啊, 爱的不是重点, 重点是, 如果灵度说的都是真的, 那么, 敏文泽就是那女鬼的主人, 就是背后害我的人。 意识到这一点, 我通体发寒, 我这才注意到, 咖啡厅里只有我跟敏文泽, 咖啡厅的玻璃墙外面, 人来人往, 跟里面却像是两个世界, 互不干扰。 妙妙, 敏文泽的声音将我的思绪拉回神, 他把玫瑰花往我面前凑了凑, 问道, 能不能做我女朋友? 抱歉, 我又喜欢的人了。 明明是推脱的花, 可我的脑海里, 却出现零度的脸。 这样啊, 敏文泽面露黯然, 既然如此, 那也把这束花收下吧, 我买都买了, 还是那张温润的脸, 可此时, 我却仿佛透过这张脸, 看到了一些以前看不懂的恶意。 不用了, 拒绝后, 我直接往外走, 然后脚步刚抬起, 身子就被定住, 无法再向前迈出一步。 我挣扎着, 想要挣脱周身的束缚, 却毫无作用。 我看向敏文泽, 就见他卸下伪装, 恶意满满地开口, 没想到你请的那个玄学大师 还真有几把刷子, 竟然能把我养的女鬼打伤。 他直接承认他的罪行, 说明, 我很危险。 我只能想办法拖延时间, 希望灵度能早点赶来救我。 你是从什么时候盯上我的? 从你离职后买别墅, 我偶遇你的那次, 敏文泽将玫瑰丢在一边。 既然你想知道真相, 我不妨都告诉你。 这女鬼, 是我已逝的妻子, 我想让她复活, 有钱有盐的你是一个很好的人选。 本来我的计划很顺利, 只要她上了你的身, 按照你的习惯生活, 然后嫁给我, 谁也发现不了异常, 可偏偏出现了一个灵度, 打伤了我的妻子。 我去你家拜访那次, 目的就是为了看看, 那个灵度到底有多少实力, 没想到它还挺厉害。 可惜, 现在你落入我的手里, 就算它再厉害, 也就不了你。 说完这句话, 闽文泽大手一挥, 他在他肩膀上的女鬼忽然显现, 朝我飞来, 他要吞噬我的灵魂, 我害怕极了, 就在我以为我要凉凉的时候, 一道金光闪现, 嚣张得意的女鬼哭嚎着, 变成了一缕烟, 这一次他没跑, 而是直接凉凉。 转而, 灵度出现在我的视线中, 他解掉我身上的禁锢, 将我护在怀里, 然后神情叮冷地看向闽文泽。 自己去自首, 还是我帮你, 你选。 眼睁睁地看着女鬼消散的闽文泽, 神情癫狂, 你杀了我妻子, 我要让你们为我的妻子陪葬。 他掏出一把刀, 向灵度捅来, 速度快到我根本来不及反应。 灵度, 眼见着刀尖就要没入灵度的身体, 我哭着呼喊出声。 然而下一秒, 哭声戛然而止, 刀尖在灵度胸前 一寸的位置停住。 灵度擒住闽文泽的手腕, 一个用力, 啪的一声, 刀子落在地上, 然后灵度一脚将闽文泽踹飞。 吐出一口血的闽文泽 奄奄一息地躺在地上, 再也无法动弹。 然后灵度拿出手机, 拨打了110。 警方很快赶来, 将闽文泽带走。 灵度这才看向我, 他伸手摸了摸我的头, 对不起, 我来晚了。 一向冰冷的声音里, 满是心疼。 悬在眼洁的泪水, 再也不可遏制地砸下, 我扑在灵度的怀里。 都怪你, 我垂着他的胸口。 是, 都怪我, 他紧紧抱着我。 此时此刻, 我能清楚地感受到 灵度对我的爱。 压抑在心底的情愫, 不受控地喷发。 我说的不是这个, 我说的是, 是当初我跟你分手。 你为什么不挽留我? 为什么我给你打电话过去, 你就成了空号? 为什么要留我跟瑞宝两个人? 为什么? 我哭得不能自已。 等到我哭够了, 灵度扶着我, 让我坐在椅子上。 他蹲在我面前, 牵着我的手, 认真地开口说道, 对不起, 妙妙, 都是我不好。 你不知道, 当初你跟我提分手, 我有多难受。 可我当时傻, 只以为你跟我在一起不快乐, 那时的我初入社会, 也无法给你幸福。 所以我想着, 先继承家里的玄学事业, 等以后有能力了, 再回来追求你。 我怎么也没有想到, 你竟然生下了瑞宝, 竟然等了我五年。 如果不是你请玄学大师的那通电话, 我们说着, 零度直直地跪在我面前。 她将头埋在我的膝盖上, 哭得像个孩子。 我是被零度公主抱, 抱回别墅的。 回去之后, 零度温柔地将我放在沙发上, 然后郑重地看着我爸我妈, 叔叔阿姨, 我跟妙妙和好了。 本以为我爸我妈会略微震惊。 谁知道, 我妈不赞同地看向零度, 怎么还喊叔叔阿姨。 在我愕然的注视中, 零度利落地改口, 爸, 妈, 好好好, 改口费都省了的, 我爸我妈洗得眯起了眼。 瑞宝则一脸兴奋地 跳到零度的怀里。 爸爸, 我也要学玄学。 好, 零度一脸宠溺。 我忍不住凑到瑞宝的耳边提醒道, 瑞宝, 不是说喊一声爸爸一万块吗? 他还没给你结算呢, 以后我们结婚了, 这钱他岂不是光明正大的不用给了? 明明我声音很小, 可零度竟然还是听到了。 他拿出一张卡, 递给我, 我的财产都在这里, 里面的钱够支付瑞宝喊我爸爸喊一辈子的费用。 狂妄的话让我的嘴巴裂到了耳根。 晚上, 零度赔完瑞宝回到房间的时候, 我已经喜香香在被窝等他了。 这一晚, 我们的同床共枕, 可一点也不清白。